國有堅持的洞悉天下 今天我們請到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務委員 莊嘉賓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嘉賓你好 禮Sir早上 你參加了青年工作很久 你覺得目前香港的青年問題 究竟在哪裏 為何青年會出問題 其實以我所了解 我覺得香港青年問題 是有很多原因構成的 當然當中政府有它的責任 政府有它的問題要處理 在教育方面 在傳媒方面 在父母方面 種種的問題加起來 是導致現在的青年 面對很多可能心理上 或者對他們的人生方向 有些迷惘 有這件事的產生 如果政府上面 可以說政府在回歸到現在 可能沒有太尊重 專注注注入青年問題 即使青年發展局 也是剛提升了個級別 其實清潤花枝局裏面的很多成員都不是全職 所以不可以說24小時在地區性 在很多層面上可以服務青年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教育方面 教育問題可以說是老師問題 老師有沒有好的心去服務青年 幫助青年 引導青年 另外傳媒問題我覺得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之前有些媒體經常將社會問題 將內地和香港的矛盾鋪大 令到很多青年人覺得香港的問題很嚴重 有機會被內地發展 他們都很抗拒 這也是傳媒的問題 家長問題 家長可能工作壓力太大 香港的負擔太高 變成父母都出來工作 又忽略了時間 包到青年 種種原因令到青年 我覺得幸福指數很低 這也是我們做青年團體 或者做青年工作 希望幫社會分擔的一部份責任 既然你指出了香港青年面對這麼多的問題 你也是年輕的一部份責任 你有很深刻的感受 你有沒有想過面對這麼多的問題 有什麼糧丹妙藥來處理 你說糧丹妙藥是很難的 但是我覺得是要整個社會 第一要關注這個問題 覺得青年問題是我們未來一定要放重點下去 然後就各個社會 各個不同的持份者一起去解決 政府當然是一個在政策上 要訂立一些短期和長期的青年的目標 很多民生的問題令到青年不能向上流 或者香港的產業態單一 房屋問題 生育率問題 怎樣可以令香港變成一個 容易組織家庭的社會 這些我相信政府要幫忙 包括很多香港的民企 都現在可以做多些社會工作 或者有些回饋社會的責任 我想還有一件事 就是怎樣加強香港和大灣區的融入 令到青年人有更大的平台 可以發展到的所能 講來講去 似乎我們香港本身這個社會 需要某個程度的改革 青年在學校讀書的時候 他受的教育 怎樣可以灌輸一個正確的社會觀念給他們 怎樣去避免他們受到一些激進思想 引導走上這個企圖 跟著他讀完書出來的時候 我們香港的經濟發展 可不可以使到他們受惠 他們能不能夠就自己所起所好 找到一份適合的工作 有適當的收入 有穩定的生活 否則他們不會結婚 不會生小孩 這個又輸入到房屋的問題 整個情況去看 似乎特區政府真的要坐下來 在這裏重新想過 你在個基層的建構裏面 想做些甚麼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要多管提下 鼓勵青年 給到他一個希望才行 非常同意 所以我經常建議 可能我們青年發展委員會 或以後青年發展局 是否可以在地區成立他們的辦公室 亦都可以在多些 包括現在的滅序委員會 防火委員會等等 加入多些青年人進去 令到香港的青年人 覺得自己是持份者之一 令到自己可以改變香港的未來 第二好處 亦都可以為香港 可以吸納新一些政治的言能 為了香港未來發展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現在內地有個新名字叫做躺平 香港似乎 現在有很多青年人都覺得是躺平 即是見一天 過一天 這個所謂躺平的現象 跟他們覺得沒有前途 是否扯上關係 如果是扯上關係的時候 如何可以用一些措施 一些政策 使得年青人發覺到他的前途 仍然有希望 其實躺平這個字 應該是今年四五月份 在內地開始冒出來 一出來之後 應該是一個網上篇文章 後來就受到 捉了一些媒體 包括我們全國青年的 公載號 去強烈批評 其實這個現象 都不是第一次聽的 你想想60年代 Hippies 就算你講90年代 或者現在日本講的佛系青年 其實都是一個差不多的心態 我覺得這個是要 在教育和思想上 如何去輔導年青人 最重要的是 剛才也講到的 是令到 那些青年人對香港的未來 是有展望 我想 你也記得 香港 八九十年代 那時候 是聚香港的黃金一年 那時候 因為有賴於內地 那天開放 你看到香港 每個人都覺得 以前歌到一唱 詩以山精神等等 那時候 我想香港的年輕人 是真的見到自己在這裏出路 因為自己工作 自己聘用 一天OT 就可以買到房間 有好的生活 但是現在 對於年輕人來說 可能他就見不到這個未來 所以我亦都希望 政府可以加強去 第一 以房屋為首 令到大家可以的負擔盟力低了 反而回到一學之隔深圳 人家這個城市 有一條街道的小鄉鎮 現在發展到兩千多萬 是 他們現在是全國最強實力的一個特區 其實香港 就剛剛是反過來 我們本身 就缺乏了一些動力 我們雖然有八間大學 他們的科研很強 但是他的科研成果 沒有辦法轉到下去 就算轉到下去商用 我們沒有地方 做一個生產的基地 其實兩者之間 我們如何去結合 我們經常都說要融入走進大灣區 這個 我以前都做很多青年的交流工作 但是後來因為19年 和現在疫情的關係 很多以前的交流都停頓了 但是那個時候都發覺 想去內地真的去體驗 去工作的年輕人 都是有點抗拒的 我會建議第一 大家要知道 香港都是大灣區之一 有時候你去大灣區發展 其實來香港都是大灣區 其實大灣區 我覺得最值得大家去同景 就是每個城市有不同的功能 剛才李Sir說了我們香港有八間大學 很強的研發團隊 成效轉不到可能香港土地不夠 創業成本貴 但是往往你在內地發展 包括深圳 去東莞創業 你的成本便宜很多 但是你的市場又大很多 所以你的成果可能是 比你在香港更加大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深圳是一個很獨特的城市 深圳是一個漁村 發展到現在 其實就是靠移民人口 靠內地不同的文化 背景不同省份的移民在一起 大家去那裏 因為沒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框框 大家去到深圳 大家很自由 思想很開 可以創造很多創造 問題就是 現在香港年輕人 似乎他都未觸摸到 我們怎樣打破這個隔膜 如果你打破不了 你永遠都走不上去 我想打破這個隔膜 首先我想你都不能一步 就叫人去大灣區 或者去深圳去工作 我想你會由體驗開始 希望體驗之後去實習 實習之後第二次去不同地方實習 之後一覺得 喜歡這裡 覺得自己習慣了 再在那裏定居 或者去工作 我覺得需要一個過程 我覺得政府也要加強推動 可能多些資源去支持 或者在大專院校 會不會有些 可能extracurriculum 課外課程 是必須要去大灣區體驗 來取資金 這些很多美國大學都有 你一定要課外課程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 應該去考究的方法 還有我覺得 家長的思想都要做些調整 因為我們之前都說了很多青年的交流 其實很多青年是沒有回鄉症 沒有回鄉症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以前小時候 父母都不會帶他去深圳 過去廣東 那這件事我覺得 都是要怎樣去做些事情去幫助 引導多些家長 帶小朋友回去 好了 最後我問你一個問題 新一屆立法會是產生了 你這個青年代表 是當孫長進入立法會 你又覺得 在一個完善了政制下 有90位議員的一屆新的立法會 你對他有什麼期望 首先我對今次元氏選舉最盜 我是非常支持的 因為我覺得今次有分直選 功能組別 還有我覺得最好是 加了40個選委會選出來的議員 我當中都有很多是 我一直共事的戰友和朋友 我亦都很榮幸今年可以 第一次以一個青年的身份 去做選委會 我會看到立法會 大家一條心 去真是為了民生去做些事情 而不是好像以前 往往在政治議題上拉腳 香港整個社會是停頓了 我想好一段的時間 不能向前發展 這個是我對新一屆立法會最大的期望 真是希望香港改 香港發展 為民生努力 我們都很希望 在新一屆立法會裡面 特別我們這些年輕人的議員 他們真是能夠為這個議會 帶入一些新思維 新的動力 帶領香港的年輕人向前走 為香港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章盤 多謝你 多謝禮Sir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